又是時候介紹模型了 今天介紹這隻 大家也看到了 這隻是超級龍 依然是SDX 我打算一口氣介紹我所有的SDX 然後再介紹其他東西 大家在細圖也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細圖 大家可以看到 有SDX Super Dragon的樣子 先放下來一點 就是這個樣子的腳盒 打開來 看到嗎 是一隻金紅色的龍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基本上只有一個形態 可以變成一隻龍 看看就知道 這一盒多了一隻紅色 旁邊 是一把劍 所謂行用版的劍 我們來看看 好 大家都知道 腳盒是未開的 所以就要先打開包裝 這個是一樣 兩隻龍 兩個盒 那 令人相當之 失望的是這套手 看不到 你看到這套手 不是金色的 除了這兩隻 這兩隻 除了這兩隻之外 是金色之外 這一堆 全部都是 不是金色 令人相當之神 那 那 那 就是這個樣子 OK 我們來看看 金色的龍 那 它是有 上一集 我們介紹的那隻 撒旦 金燈 呢 它 一直出了一隻 新的 新的 金燈 啊 撒旦金燈 叫做 超 撒旦 跟 他們所謂的 萬能 金燈 合體之後 就有了這隻 超級濃 有兩把劍 其實一樣的劍 雖然分開兩個不同的包裝 有兩把劍 兩把金的劍 它可以分別 放在 你的 耳樓邊 手出來 多多少 好 可以這樣按 有兩把劍 有兩把劍 沒有那些 好 可以看到 有兩把劍 然後 還有龍頭 這樣的龍頭 其實是它的盾 來的 大堆 這樣 構成了一隻盾 實際上怎麼樣的呢 這個就相當複雜 所以要用到說明書 打開來看看 石盾是怎樣用的 石盾 要靠這隻 這樣 這樣 一兩把 怎樣用啊 OKOK 這樣用 命 這樣用 這樣用 龍頭的位置 放在這裡 然後這隻才吸上去 對了 這樣 盾 就變成這樣 這樣一盾 這樣一盾 就 可以有 旁邊位 插字來 給手拿字當盾 這樣 這樣 OK 我想 大家看 這個超級龍 都是為了 變去 整個龍變身 如果不是真的看什麼 是不是這麼說 好 我們今天就 試試哪隻龍出來 龍型變身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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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用到兩個爪 把刀在馬邊 先 OK OK 手 插進去 換成 這個 怎麼換 這隻爪怎樣吃 喔!這隻爪 嘩,很難入 有點難度 再試試一下 真的很難入,為什麼 為什麼 沒錯 全部掉出來 這隻手真的很難入 入不到 為什麼 怎麼這麼難入 之前那些都不會 全部掉出來 拆得出我的手 這個手拆不出 手拆不出 這隻手拆不出 OK,終於入到 爪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手拆不出 所以不可以站定地 把手拆下去 去 搞定 嘩 真是的 這隻 這隻手拆不出 提升去變成這樣 OK 這隻都是提升去變成這樣的款式 兩個角色 然後 兩個角色 兩個角色穿上去 OK 接著 戴上臉 戴上這個頭 先插一隻 戴上去 按 就塞向前方 OK 按 對 對 走 直龍 伸走 直接插 不要插走 這個位置 直接插 這個位置 這個背 這隻 金子 放上來 噢 這麼簡單 OK 好了 這就是龍的形態 基本上 就是龍的形態 嗯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龍的形態 那 有一把劍在旁邊 就是這裡 我們來看看 怎麼回事 這樣是一把 這樣的特別的箭 這樣的 有火炎 我們看到有火炎的一把劍 跟它之前那把劍 還沒有比較 我們看到 這把是普通的劍 這把是有火炎的劍 先放回去 這個就是超級龍 超級龍 超級龍 好 轉回來 這個可能會比較清 會不會 其實很重手下的 如果你有機會拿上手 好 不錯 基本上 除了 有時候 質感 成意 真的欠缺 好像 這麼大個水口 唉 難道我真的要自己剩嗎 是不是 然後 沒有了 大致上 賣點就是 變成龍 龍身 對嗎 變成龍身 這就是最大的賣點 我猜 OK 十五分鐘 剛剛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跌落這個坑 從此 漫劫不復 拜拜 拜拜